我昨天真的好冬好冬好冬啊 看看今天又會怎樣呢 哈姆太郎 Hello 我現在嘗試走去璧華村 梨花璧華村 好 我現在去哪裡呢 我現在不知怎樣呢 離土 看到這個韓屋之後 後面呢 就有一塊 這條樓梯 等著我了 那地下呢 有寫著是梨花道璧華村的 都挺容易找的 那我現在呢 就決定要慢步上去 我可以的 咦 這裡已經有少少 少少圖畫了 有些圖案 今天天氣都算不錯 所以又不算太熱 剛才有些陽光 希望一會兒 不要又突然刮大風 然後又流鼻腿 這個地方之所以這麼出名 除了因為它的壁畫很漂亮之外 還有很多韓劇來取經 剛剛經過有一間貓的Gallery 我們現在決定進去看看 哎呀好可愛呀 除了壁畫之外 沿途會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工藝品 不過大家記住來的時候要靜一點 因為其實這裡是住宅區 現在是在看這裡了 不是不拍的嗎 嘩 很多人排隊啊 剛剛拍完那個營之後呢 我就買了個雪糕 Green Tea 都值得多養水 不過 下棋 啊 還有一件事要提提大家 那個魚和花的壁畫 已經被村民抹走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找它 吃開一條路 繼續找食物 你們看到豬睡完之後 我就來了新沙洞 這個林蔭大道也挺漂亮 Coffee Smith 去年我和同事來的時候 同事公司旅行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等 我一會兒打算找另一間Cafe 叫做Banana Tree 看看一會兒有沒有幸運 還不讓我找到你? 是一個橙 應該會有心機 在新沙洞逛了一大輪街之後 我就爬了過來明東 我終於見識到一個人去旅行的威力了 你看看外面有多少人排隊 我傻的聲音進來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這裡是哪裡? 是我今晚的晚餐 真的 純鮮雪爐湯 它比我想像中 很慘 這個飯真的很好吃 其實明東秀街也挺棒的 哈哈哈哈 讓我最後一天的餵食樣子也給大家看吧 這個就是姐姐介紹的雞蛋糕 它除了底下是雞蛋做成的 它上面是真的有一片雞蛋在 很多人買 那我現在就吃一口 沒什麼味道 Hello 今天已經來到第三天了 早上 吃到我媽媽了 她也到了來拯救我了 時間跳一跳去Day5 因為我Day3和Day4都去了渤山 記得鎖定之後的影片 哇哇哇哇 好多美女 我今年就沒有拍了 看看去年吧 不要迷戀手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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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她覺得你肚餓 所以給我一個牌子 嘻嘻 嘻嘻 這個是牛天肉 不是 橫鑊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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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請的 抬頭 好像你這樣 哈哈 好吃 這次先看著這麼多 撫生意 眼淚也不漏 夠不夠 別要步驟 抬頭 往往 左右 附近有一位好友 替你分憂 美得盡頭 別要受